market 鴻华大師10插心論 他的第七 �潔心不生心 這個潔 就是感覺 也就是感觉的心完全不出生 这个立足点很奇怪 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了解 这个他的这个第七心 不过像这个 这个阿罗汉本身 其中有一种阿罗汉叫做无声 无声的意思是讲这个禅定里面 一个很高声里面的这个境界里面 在这个境界里面 一切感觉通通都没有 一切的接受通通都没有 那么这种境界呢 就叫做洁心不生心 洁心感觉的心 完全通通不出生 这个我以前讲过 这个西云老和尚禅定 他有到这个境界 他也到这个境界 他有一次不是说 祖那个欧娃吗 欧娃 欧娃和汉籍不一样 欧娃就是欧娃 他在煮那个欧娃的时候就在面前啊 就是稍微这个 因为在煮当中啊 他就稍微定一下 没想到这一定下去 等他张开眼的时候啊 开眼 出定 再一看那个他面前的这些欧娃 那个火都熄了 没有火了 上面的欧娃啊 都生锅 生锅啊 什么叫生锅呢 花梅了 就花梅了 你想想看他禅定有多久 他这个入定啊 以为他只是入定一下 没想到 一入定 哇 他的欧娃都生锅 那不是好几天的事情吗 没有好几天 而且他这个入定啊 在定当中啊 他的这个苗棚啊 他那个茅草做的那个茅棚 外面那个血激起来 他都没有办法出去 下了好几天的血 这种禅定啊 这种定境里面啊 完全没有感觉的这一种定 可以讲是感觉的心啊 完全不出声 这个是很高深的这个禅定啊 讲这个禅定 讲起来进入一种空向里面 完全没有了 一种感觉都没有 所以很像什么呢 很像涅槃 很像涅槃的一个状态 你们假如是说禅定里面有这种现象啊 可以告诉厨房 厨房主说不用吃饭 我已经禅定很久 我可以禅定好几天 哇 我们可以省下很多的火食会 希望大家能够精进 进入这种禅定 我们厨房就不用开火 这厨房主也不用煮饭 大家通通都进入这种禅定啊 哇 很好 省下很多钱 撕迦牟尼佛为什么称为这个 空王佛 空王佛 就是他本身能够看破一切 佛陀佛啊 他为什么出家呢 出家必须要看破一切的 要看破很多东西 出家称为沙门 又叫做空门 空门 佛陀又称为空王 空王佛 就是他已经认出了 一切通通都是这个空啊 他已经完全能够知道的 像那个佛陀的父亲啊 静放王 他要把王位传给释迦牟尼佛的 佛陀不愿意做 佛陀假如做了 静放王留给他的王位啊 到时候他就给琉璃王给他灭了 所以那是一种无常啊 他看破这个王位 这个王位不是永远的 想想看现在在这个印度 印度以前静放王留下来的 这个王城王国在哪里 没有了 空的 包括蛇魏国 蛇魏国也是空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片晦虚 所以你王位是空的 王位本来就是空的嘛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的人啊 才去争 去争那个王位 另外呢 你要当一个空王啊 进入这个空门 要出家 他要看破妻子 释迦牟尼佛也看破的 那耶稣陀罗是他的妻子 他也看破了 看破这个妻子 他也看破儿宁 他的儿子罗吼罗 他也看破了 他离开了王位 离开了物质的享受 离开妻子 儿子 离开所有的 这个王室的所有的财产 离开 民不要了 这个财也不要了 妻也不要了 子女也不要了 婚姻也不要了 这个进入空门 就是出家 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 去体解大道 你假如对这个还有见念的话 你就是生啊心 生心 生心 对这个本身能够看破的话 你就是 不生心 不生心 这个心没有发出来 这个都是很有味道的 到了这个 第七柱心啊 这个结心不生心 很难的 我们看每一件东西都要生心了 艺术品都还是在生心的范围之内 艺术品 你看那个艺术品 啊 这个是古董 这是哪里艺术 这个你已经生了心 到所有的东西啊 完全都没有感觉的这一种状态 那也就是结心不生心啊 结生不心心啊 这个境界当然是定一一啊 不只是定一一啊 连一都没有了 就是进入一种完全空性的境界 这个境界啊 你能够招请到很多佛菩萨以上 招请到佛菩萨的 这个境界里面呢 可以讲起来很简单的讲 你这个空性的流露出来 完全移昼一片大空的这种现象 释迦牟尼佛成为空王佛 能够进入这个境界 才算着解脱 你任何事情有生心的话 你就有寡碍 没有生心的话 就没有寡碍 感谢观看